3月16日,郑爽与张衡民间接待纠纷案二审将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现场下着小雨,未看到郑爽和张衡本人现身。 13日晚,张衡代理律师北京市中文上海律师事务所和伙人律师周俊接受了媒体新闻记者采访,对张衡方提交的证据首次进行了公开披露。 张衡方表示,在二审中提供的最新两组证据系张衡的爱九斯卡,美国入出竞登机卡和护照信息,之所以提供这两组证据,周俊表示是为了证明郑爽的诉讼目的,以及这一诉讼给张衡道成的影响。 据悉,1月18日,张衡发长文否认诈骗前逃至美国等谣言,还曝光自己的两个孩子,随后有网友曝光孩子出身证明,称是郑爽张衡代孕所生,随其引发社会热议。 随后,郑爽也遭到封杀,2月22日,郑爽与张衡救孩子抚养犬案件先行召开了平前会议,其中张衡及好友秦朝曝出郑爽有意将案件演期审理,最终被驳回请求。